3万人操练护身军刀直指中共 美国驻华大使被黑客攻击 台湾机密文件在网上泄露 四官兵当共谍两人竟是姐妹 乌克兰首次使用急速炸弹 俄罗斯军事网红被炸身亡 习近平开大会极喊藏粮 水稻专家透露若如此将全完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我们的节目需要您的支持 点赞留言转发 当然别忘了点一下视频下面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时事金扫描做了1097了 形式上都是我挑选热点话题 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在聊 虽然这种方式 我可以尽情的表述我自己想说的观点 但也容易挂一漏万 其实每天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 而观众的兴趣点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想做一点改进 在保持我原来这种主谈热点新闻的基础上 先带着大家世界上走一圈 看看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 说起来我之前在电视台 是做过好几年的全球新闻党的主编 这个经验还在 所以每次节目开始 您就先跟着我的视角去走走 快速的了解一下这两天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和我觉得有意思的事 正所谓是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7月21号开始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 在澳大利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代号叫做护身军刀 这次参加演习的部队超过了3万人 演习一直会持续两周 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 还有斐济 法国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新西兰 巴布亚 新几内亚 参加英国 加拿大和德国 那么这次呢 还有菲律宾 新加坡和泰国 是作为观察员参加演习的 美国海军部长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说 这次联合军演是要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 美国和盟友正在展开合作 捍卫他们的安全和民主价值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 突然地把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 普莱斯塔克给撤职了 这道行政命令呢 是公布在了乌克兰总统府的网站上 但没有说明开除的原因 外界认为啊 撤职很可能是呢 和普莱斯塔克之前 他站出来公开批评 泽连斯基对英国军援的态度有关系 除了这位乌克兰大使外呢 美国驻中国大使也摊上了麻烦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内的 美国官员的电子邮件 遭到了中共黑客的攻击 可能会导致至少数十万封 美国官员的电邮被泄露 被攻击的官员中呢 还包括了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康达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管乔伊斯 已经表示说 这次黑客攻击事件 是属于典型的传统间谍威胁 这是中共在从事间谍活动 我们需要防御需要反击 无独有啊 美国驻华大使邮件这边被盗 那边台湾也有机密文件泄露了 台湾国家安全局21号透露 台湾正在调查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 一些可疑的政府文件 这些文件啊 内容包括了外交电报和有关台湾加入 全球贸易协定的机密报告 一位台湾官员已经确认了说 在线留言板上发布的部分文件内容呢 确实是真实的 但也有部分内容是伪造的 明年的1月份就要举行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了 台湾现在是越来越担心 对岸的黑客和网络攻击 其实啊 台湾方面的担心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啊 中共的渗透真的是无孔不入 最近 台湾扯铃冠军涉嫌间谍案 连带着还有四名退役士官也被抓了 扯铃啊 也就是我们在北方说的这个斗空竹 台湾著名的扯铃教练叫鲁继贤 他呢 被中共拉下水了 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 他就以多赚些零用钱为由呢 拉拢那些退役的士官 然后再向现役军人呢刺探收集情报 现在台湾的地检署是宣布逮捕鲁继贤和他策反的那个四名退役官兵 其中呢还包括了两名分别是从空军和金门防御指挥部退役的林姓的姐妹俩 看来中共派出的间谍真是无孔不入啊 以至于英国现在为了防止中共间谍承袭而入 居然开始从好几个免签国家下手了 7月19号 英国突然宣布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开始 对五个国家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这个五个国家呢分别是洪都拉斯 多米尼加 瓦努阿图 纳米比亚和东地温 其中呢洪都拉斯就是今年三月份和中华民国断交后和中共建交的 本来呢这五个国家去英国都是免签的 但英国军情五处现在认为 中共间谍利用这些国家的免签优惠转而入进英国 从事间谍构当 因此啊这五个国家也跟着倒霉了 还记得我们上周报道过说 美国总统拜登同意把急速炸弹 也就是俗称的铁语提供给乌克兰军队 没想到几天之后 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在21号就证实了 说乌军正在有效的使用美国提供的急速炸弹了 美国提供给乌军的急速弹药呢 是155毫米自走炮使用的M84弹药 那么这种呢一颗炮弹里面最多有72发的子弹药射程为30公里 那么边上的这张照片就是乌军首次使用急速炸弹的战地照片 可以看到的这些白点就是一颗急速炸弹炸出来的效果 一段乌军拍摄的视频显示 7月20号在顿涅兹克州马林卡市以北的一处矿区 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急速炸弹打击进攻的俄军 战斗的结果呢是炸毁了俄军的5辆坦克3辆战车 歼灭了士兵的大部 注意看视频的最后 有两次面积很广的急速炸弹爆炸的景象 转过天来的21号 乌军再次使用急速炸弹打击一支几十人的俄军部队 视频中一长队的俄军士兵沿着森林边行走 乌军的一发急速炸弹是大面积覆盖了平原这边的大片土地 当部分俄军士兵撤入了森林后呢 另一发急速炸弹呢又在森林中炸开了 谁也没有想到啊 第一次使用急速炸弹会造成一名俄罗斯的网红身亡 在俄罗斯被人非常追捧的军事博主米哈伊尔·卢钦 他曾是呢一个俄军的无人机的指挥官 甚至还参加过第一次的顿巴斯的战役 他曾经因为啊 为俄军购买无人机集资 后来呢又被乌克兰的黑客攻击而出名 本来呢 这次他只是想前往乌克兰前线进行拍摄 结果就遇到大劫了 被乌军首次使用的急速炸弹铁鱼给干掉了 俄乌战争近日还出现了一个爆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因为要保护乌克兰 在黑海运粮而跟普京翻脸了 7月21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 说土耳其将毫不犹豫的采取必要的主动行动 防止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造成的有害影响 埃尔多安啊 更是指出来 俄罗斯封锁黑海粮食运输的这个后果 黑海的粮食计划终止呢 会造成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到某些地区的饥荒 然后呢 还会出现新的大量的移民浪潮 不仅仅是土耳其总统在担心粮荒啊 现在最担心闹粮荒的恐怕就是习近平了 因为他已经开始在那里喊藏粮了 7月20号习近平再次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保耕地 而且还说藏粮余地藏粮余祭 习近平可是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的重点 全都放在粮食安全上了 甚至开始强调要重视严检地的改造利用 从习近平的语气用词上 你都能够听出来啊 粮食问题已经成了他的心头大患了 但凡对中国高层有了解的人 听到习近平的这类说法 都会知道中国的粮食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不要忘了啊 就在几十年前的1959年到1961年三年 也是在中共的领导下 三年时间就有至少1500万中国老百姓被饿死 而当年啊 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啊 却被中共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 把死得上千万人这件事就轻轻带过了 中国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马荣荣 对中国的几个主要省份的粮食自己状况 做过一个分析 他说上海的粮食自己能力 大约只为10% 近90%要靠外省调入 浙江只能自己三分之一 其他三分之二 主要是依靠黑龙江 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 像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都不能自足 而马荣荣还说过一句触目惊心的话 是这么说的 他说假如战争动乱灾难来了 粮食就有困难了 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不足的话 社会可能出现动荡 如果有30%的不足 那就完全乱掉了 而如今呢 国际环境中俄乌战争的持续 更加重了中国的粮食危机 如果再想想 习近平最近可是好多次提到的 准备迎接惊涛骇浪的说法 和三番两次的去战区前线 推动攻打台湾的做法 这种重重的危机叠加在一起啊 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了 好了 这一次的时事金草苗就聊到这儿了 请支持我们啊 订阅点赞留言并且转发 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留言并且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留言并且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